目前就讀于台中市地西苑高中的洪子维及陈岳宏 两个都是国三生 从国二级开始搭档 培养默契到现在即将迈入第二年 去年青少年杯两人更夺得国中组男生双打冠军 谈到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一场 他们都一口同声地说是青少年杯的那场冠军战 我印象深刻那一场是在青少年杯 那时候真的很超想赢的 有拼然后到冠军 执伟的话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师 所以他当初会选择这条路的时候 其实他背负了很大的一个压力 这让我印象深刻的比赛是青少年杯的冠军战 那时候我只有把目标定在八强而已 无缘无故就打进冠军战 然后就没有压力所以就放手去打 陈岳宏他虽然是国三的选手 球场上他虽然是很娇小 尤其是在前排控球上 他很聪明的控球 能够让他的搭档就是红植尾 在身高上优势而又产生到进攻的部分 今年全中运是他们国中生涯的最后一战 期待他们能继续维持青少年杯时的热度及信心 为自己的国中生涯标下完美据点 也为球队建立一个新的里程碑 记者 余子轩 余怡婷 台中报导